5月27号 外交部就习近平主席出席中阿合作论坛 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 据介绍 本次部长级会议将于5月30号在北京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会议将重点就落实领导人共识 拓展中阿各领域合作 加快推进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进行深入探讨 研究具体举措 会议计划通过多份成果文件 将进一步凝聚中阿共识 规划下阶段合作 并就巴勒斯坦问题发出中阿共同声音 5月29号至31号 习近平主席将分别为来华访问 并出席会议开幕式的巴林国王哈马德 埃及总统赛西 突尼斯总统赛伊德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国事活动 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中阿合作论坛成立20年来 中阿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习近平主席两次出席论坛部长会开幕式 四次面向阿拉伯世界进行重要政策宣示 引领中阿战略互信不断深化 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汇集双方人民 在2022年举行的首届中阿峰会上 中阿领导人一致同意 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中阿关系迈进全面深化发展的新时代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重要成员 同为国际社会重要力量 肩负着实现民族振兴 加快国家建设的共同历史使命 中国将继续同阿拉伯国家 以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目标 秉持中阿友好精神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 相互坚定支持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 推进各领域合作 在文明交流互建中共创辉煌 携手努力推动国际秩序 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打造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自立自强的集体合作样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